Hello 大家好 我是啤啤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叫做 《一周工作4小时》 作者 Tim Ferriss 我敢说一句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 如果你听到最后的话 最后真的听到最后的话 很大机会 会对你现在的人生 工作 对金钱的概念 是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启发 我相信大家可能在这个视频里 可能都会在封面里觉得 一周工作4小时 一个星期只做4个小时 有没有那么符合 是否真的可以做到 又或者是怎样做到 让我自己分享一点 我现在录音的这一刻 就是在泰国 我一个星期就是工作8-10个小时 而我现在赚取的收入 已经是完完全全包含到 超额包含到 就是我在泰国 我在旅居的时候的支出 完完全全都暂时不需要用到 我FIRE那笔 还在投资 即是在股市 在ETF那些 那边的金额 而这本书提到的当中的 很多的概念 我到现在这一刻 都仍然实践当中的 非常非常有用 如果这个也是你想要的一个生活 事不宜迟 我们立即开始这一集 我知道很多听我频道的听众 你们很多都想财务自由 提早退休 又或者想旅居 但我想大家在心里都深深明白到 就是就算让你们看很多理财的影片 又或者是一些理财观念的教育 富人的思维 但是财富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累积的 而我们传统的观念 就更加是做一世 做到65岁 都基本上是一世差不多 你65岁之后 你还去跳Bungie Jump 难道是不是 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生上最有精力的时间 其实已经贡献给工作了 但是这本书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叫做新附族New Ridge 新附族的意思就是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退休生活 就不要像传统观念那样 就放到你人生的最后面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的退休生活 是可以平均地分布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例如是 有些人可能他喜欢做几个月很高薪的东西 接着就是放个长假 接着又回来又再做 接着又放个长假 又或者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一代 尤其是做一些单靠用网络 即是用一部电脑 就可以随时随地工作的人 他们就可以找一个地方 只需要他们每个月的收入 可以避免到他们身处的地方 那里的所有的日常基本的洗肺 其实这个也可以是我们称之为 迷你退休 mini retirement 而这个做法的好处就是 正正是好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 难道你到65岁才去跳bunji jump 又或者是你老了的时候 就像宝贝我自己的妈妈那样 你多走两步 都脚痛的陰功 还说什么女居 还说什么体验呢 所以这里作者提到 我们怎样可以更好地去规划我们的人生呢 那他呢就提出了一个 D E A L Deal法则 那Deal法则的意思呢 就是D Definition 定义人生 就是我刚刚所说到的 究竟你想去行一个 搞不搞有一个mini retirement 旅居的这种生活方式 还是你想follow传统的 那个朝九晚六 跟着呢就做到65岁 跟着呢就退休了 跟着退休之后呢 其实都没什么精力去做其他东西的了 就是这个传统人生呢 那这个呢就是 究竟我们想要哪一个人生呢 又或者是你这两样都不选 你有一个呢 Plan C呢 究竟你怎样去定义 你的人生是怎样走呢 而呢 现在社会的趋势呢 就是越来越多 好像作者提到的这种 新附族呢 New Rich 就是呢 狗不狗有一个mini retirement 的一班人 那你可能会说 喂 宝宝 那你就这样听啊 我想多数人呢 都想要新附族的那一个类别 是吧 那但是这个问题是 怎样做到先 那作者呢 就提出了几个方法 那首先呢 你要做到这一样东西 那好坦白说 来来去去都是讲钱 是吧 有钱的话 鬼不知道你现在 立刻买张机票 去哪里旅居都可以 不用做事都可以 又或者是 你喜欢做多少个钟都可以 所以啦 这里的重点呢 就变了就是 究竟我们怎样可以用最少的时间 去获取最多的收入 因为你有钱 但没时间玩 那你都没用啦 是吧 很多人都觉得呢 医生呢 很高的收入 很高的年收入 但是 同时呢 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医生呢 他的工时 都是非常非常之长的 而如果呢 我们只是看一个时间的单价的话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只是计时薪的话呢 其实一个freelancer的时薪呢 是有很大的机会呢 是高过一个医生呢 都不出奇的 而当呢 如果我们想要的生活 例如是旅居的话呢 那变了在我们人生的规划上面呢 其实你就要找一些 不可以是一份 有地点限制的一个工作 而要做到这件事呢 那网络创业 可以是其中一个方法啦 那我有些呢 Podcast 创业课程的学员呢 都已经告诉我 他们已经开始呢 上完课程呢 就着手去准备呢 开始他们的Podcast了 因为他们呢 已经学了整个的变演系统呢 流程是怎样的运作了 那而除了我们要知道呢 自门体创业 它背后的business model 是怎样赚钱 背后的原理 是怎样运作 所以我们可以去跟从之外呢 另外一样呢 就是我们要懂得呢 管理我们的时间了 我想大家都可能听过啦 80-20法则 对吧 其实现实生活上 在你的人生里面 很大机会呢 80%的成果 其实都只是来自于 你20%的努力而已 又或者是一间公司 80%的利润呢 都是源自于 20%的客户了 那这里的问题就来了 就是究竟你的人生啊 你找到属于你的20%没有呢 如果你找到的话呢 请你不必要focus呢 drill on 在这20%的东西里面 因为这20%的东西 已经可以为你带来 80%的收益 而当你排除了 其余那些低价值 低return rate的80%的话 那我们整个的 overall return 是不是会提高呢 而你呢 同时也变得呢 多了很多的时间了 而这个观念呢 就是作者 在这个刁法则里面 提到的第二步 就是elumination 我们呢 不用一样东西都做完的 比如比如我这样 我怎样可以呢 每个礼拜 只做8-10个小时 但是都可以转到这个频道 转到这个blogcast 转到这个课程呢 就是因为 我只会做一些 非我不可的东西而已 例如是 课程 和录音 其余剪接的部分 管理的平台 又或者是社交媒体 又或者是 处理你们的email 有时 有很多人想和我聊天 分享一下你们的 创业的情况 又或者是 个人成长的情况 这些呢 都是经由我的小助手 他看到有些什么是真的要我去处理的 他才会交给我的了 这个呢 也是本书里面 Tim Ferriss提到的 就是如果 你生活上 又或者是你 创业上 工作上 可以有些事情 去交给其他人去做的话 不用一定是要你去做的话 你就交给其他人做 很多人一开始都会觉得 那我一定做得给那个人好的嘛 我又要教他这样做 那我不如教得来都自己做了 但是 小心了 如果你是有这个想法的话 那你就不能够做到一周工作四小时了 还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自视过高 我们去创业的时候呢 就是 当有些事情 你以为 没有人做得比你更好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人呢 他们可以做到相同的事情 甚至是更好的比你 所以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一个 新附属 一周工作四小时的人生呢 在我们 创业 又或者工作的路上呢 即使你现在是没去到那个level 我们的思维 是一定要是呢 直入了这个想法 就是 长远来说 我们一定呢 是只会保持着一些 非我们不可的工作 是给自己做的而已 其余那些呢 全部都要delegate 给其他人做的了 因为当我们呢 是愿意去delegate 这份工作 给其他人 即是好像一间公司那样 你请不同的同事回来 才可以呢 形成一个呢 系统 有了系统 系统里面的各个部分 都各司其职 你才可以呢 去形成一个 自动进账的系统 即是一个呢 每个月 帮你呢 去赚钱的一个系统 而这个 在前媒体创业的话 正正就是我 那个podcast 创业 辩演系统 课程的一个 最重要的core 究竟这个系统 是怎样建立呢 而这个系统 建立了之后 我们呢 就是需要呢 有些人去帮我们 那当然啦 一开始一定是 一个一人公司 那样做起啦 而如果 你是不介意的话 你也可以呢 继续一人公司去做 也都没问题 那这里的关键呢 就是 你有个选择 我们常常都说 就是 你财务自由 其实你都是在说 你想要 有选择 我想要 有 不上班的选择 我想要 有 不工作的选择 而你 如果选择 都是继续工作 继续上班的话 其实是没问题的 但问题就是 你现在是 被逼去上班 还是你选择去上班呢 那这个就是 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了 而当你有一天 知道如何去建立 一个自动进降的系统 一个自动变演的系统 之后呢 你就达到 作者所说的 Deal 里面的 A Automation 自动进降 而最后的部分 L 不用说了 Laboration 自由自在 当你做到 一个自动变演的 赚钱系统之后 自然就有一个 逍遥的人生 所以我想这本书 对现阶段的大家来说 最大的得着 其实是 我们要好好想想 新附族 New Rich的概念 其实因为 卓武之有 是可能 来大家都有一段 距离 暂时来说 但是 New Rich的概念 就是 如果有一天 你可以发展到 一门生意 是不受地位的限制 例如自门体创业 你从这个 business 里面的收入 可能未必是很高 但是如果已经可以 遇到你去一些 低成本的国家 去生活的话 例如是东南亚的国家 那其实呢 我们都可能 可以考虑一下 趁年轻的时候 去做一个 mini retirement 去见识一下 这个世界 过一个 不一样的生活 那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如果真的听到这里 听到最后的你呢 我很希望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 令到大家 对于人生 可能有一个 小小的 不一样的看法 在下面留个深深的emoji 如果你听到这里的话 我们下一集再聊 我们下来 谢谢观看